第一个被整的人是小灵妹子 此时的小灵妹子正准备前往八楼的拍摄现场 进行节目录制 当电梯来到二楼的时候 一个背着背包的大姐也走进了电梯 可是这位大姐有些奇怪 当电梯门关闭以后 这个大姐就开始发出奇怪的声音 而且还一直扭动自己的身体 小灵妹子感到奇怪 便伸过头去查看情况 没成想 好家伙 小灵妹子躲避不及时 直接用脸全盘接收了 第二个被整的是明美妹子 节目组以拍摄户外广告为由 将明美妹子骗来整骨现场 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明美妹子 毫无防备的朝着面前的上坡走去 没成想 好家伙 大球突然出现 并且朝着明美妹子快速滚来 明美妹子虽然拼命逃跑 但没想到的是 刚刚走过的路口处竟然也有陷阱 そのまま内心 好家伙 因为,你也不肯判了 这些都疯不过 就算上决定了 我最后一回 你也不肯定了